而现在最热门的冬奥各国运动好手都争相夺金牌 而瑞瑟乡养风农户陈以玄、陈日昌 则拿下了今年度全国龙眼蜜评鉴比赛金牌头登奖 地方农会是予有荣烟 而农粮署东区分署长徐辉飞更是亲自盗补来贴红榜亲贺 因为疫情关系参赛的养风农无法清零全国龙眼蜜评鉴比赛现场 但比赛结果出炉在19个金牌头登奖项中 花莲先就南瓜了4个奖项名额 其中瑞瑟乡、陈日昌、陈以玄、养风世家 更是夺下了两面金牌 农粮署东区分署长徐辉飞亲自盗补贴红榜亲贺 因为我们从小时养民养到现在 已经我是第三代的 养到现在已经有百年了 我们要顾那个品质 这样 那得到金牌跟奥运选手一样拿到金牌 开不开心? 开心啊 非常开心啊 除了陈日昌、有蜜蜂公主美名的陈以玄 凭借着养风世家的滋养基础 再加上新世代的创新管理 连续4年拿下龙眼秘族的金牌头登奖 看见分署长徐辉飞、农会总干事黄胜黄以及各谷部主管前来贴红榜庆贺 陈以玄也相当开心 就蛮开心的 就每一年我们采收的状况我们也无法预期 所以说每一年会收到怎么样的命 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去说 像其他农业可以就是说 他们可以有一些技术去做 那我们主要还是说靠环境自然的成分占比较多 那我们后天就只能一点点而已 所以我们主要就是完全是天然的东西 相较于西部养风农 东部因为蜜圆少 得要翻山越岭到西部或南部地区的龙眼产区来采蜜 有时得要花费两到三周的时间逐蜜而居 相当辛苦 这一次花莲养风农拿下了四面金牌 更是难能可贵 农粮署东区分署长徐辉飞 除了是亲自道府功课更全力推展行销 帮我们花莲争光 那也希望消费者能够认明我们这个蜂蜜标章 然后来去买我们最安全最优质的蜂蜜 尤其得奖蜂蜜是限量的 所以预购重塑 除了今年新增纳入的荔枝蜜组别 110年度全国蜂蜜评鉴比赛 在龙眼蜜组的部分 花莲县拿下了四面金牌头登奖 养风农采养出的龙眼蜜甜度高 龙眼香气浓郁且不结晶品质顶级 瑞瑟香农会总干事分署长徐辉飞也鼓励大家多多选购支持台湾农业 记得是瑞兰瑞瑞采访报道 其他是虽然特殊矿暖内 如果你手傀在现在 Haw慰